是不是 今天去了一个 挺有趣的是 美国法医协会 他们开了一个作材会 我今日开了两个会 一个是美国法医协会 开了一个会 另外一个是和 前 美国坎萨斯州州长加上这个前布什政府期间的这个美国卫福部啊国家安全理事会顾问 开了一个这样的会他们评价现在疫情中间的政策的 然后看完呢就有点感触因为那个法医协会呢就是大家在说嘛 现在美国的法医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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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低怎么怎么职业曝露高就诉苦呗 说白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问美国政府要钱 一件事情就是骂总统啊 然后开了之后呢就觉得深有感触啊 觉得这个法医现在不容易啊各位 你们要想想这玩意你这搞不清楚他到底怎么传播的 而且既然你你人死了之后的事情是法医来管的 法医管了之后还要送到那个火葬场对吧 火葬场呢你反正往里面一推 法医可是切切实实你要验尸的啊 你要验尸的怎么死的 然后你要你要你要来这个估计对吧 那你这个玩意你们要知道这个刀啊很很锋利的啊 所以职业曝露什么东西的 现在没有什么人做研究说新冠通过血液传播不传播 而且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去验证这个 因为你这大家都都离这个一米远的 怎么可能有人血液传播新冠 你不如咳嗽来方便一点对吧 所以对于法医来说他们的职业曝露 现在根本就没有没有文献去做 所以呢人家就大骂特朗普不是个东西 然后就他们要搞罢工 那你想想他们要是一罢工的话 美国这些患者本来你说是因为新冠啊 对吧 结果现在人家法医一罢工 那你只能 那特朗普倒是开心了 对吧 那是官方 官方的说哎呀 你看我们这个也没有办法建立 那只能说说普通肺炎 我这个感冒敢死 这是感冒 这是流感 我没有法医 我怎么验 我验不了啊 就找到了推特的借口 是这样 另外一个呢 他们加班工资比较低啊 是多少不方便说 人家人家不让说 那么给到我的这些信息呢 就觉得是有意思的 能拿出来做视频的不多 不过就在讲他们呢 这个最最最最最新发现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患者 就和之前说的一样 这你有并发症的话呢 这个死亡概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各位假如 这个因为有可能嘛 现在美国自己预测是 下现在是五月对吧 秋天的时候还要再来一波 因为和以往的各种的 这样的疾病来看 都是这样啊 都是这样 这个流行性疾病 都是春秋两节高发 季节变换期 特别是非常 哎我这个脸上怎么有一道血 嗯 正好今天要讲血 今天正好要讲血 我脸上有血 因为刚刚吃排骨的时候 吃排骨的时候 我不是在那边啃吗 然后它上面有个软骨结 然后想办 那个软骨啃下来 吃那个缝里面 然后这样一掰的时候 我估计是擦一下擦在脸上 我是 我已经要为数不多 吃排骨 把脸都吃伤的人 哎呦 我这个脸好心疼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好 为什么要讲血 因为讲法医学 我就想到我之前 呃 带过带过一两节法医课 然后就是怎么验血 大家看 哈哈 我们中国人啊 古代讲法医 这个像巨浪啊 这个视频 对吧 何彬老师 来搞这个 他演的 连电视演戏剧 大家想必都知道 千古悠悠 有多少冤魂皆谈 空唱忘人 我这段 我这段 我应该单独来 好吧 我这边先掐 然后呢 我把这个单独 搞一段 放到里面 当做娱乐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有意义 真的很有意义 我可以全部背出来 但是他那边 那个玩意 很有韵味 很有韵味 我可以单独发一切 反正这个大宋提醒官 他的里面呢 宋慈是宋朝人 他是国姓了 这是皇帝姓赵 他姓宋 宋朝的宋 宋朝姓宋的 他是提醒 提醒是四频提醒 很高的 很高的 那相当于这个公检法 他基本上是 宋朝实行的这个行司 是三堂会审 他呢 基本上是里面 举足轻重的人物 可以这么说 人家是判 判这个案子 到他手里 基本上是非常高级了 非常高级 省部级 省部级高官 这个叫正法 正法部的省部级高官 办了不少的 这个很牛逼的事情 而且出了一本 叫喜冤纪录 喜冤纪录 这个是中国古代 我在之前这个视频 西方近代法医学开端 这个视频里面也讲过 宋慈的喜冤纪录 是我们国家古代 法医学的灿烂的文化瑰宝 学术瑰宝 不能说是文化瑰宝 学术瑰宝 它里面的很多像 现在都有科学 一句像红伞验尸 人 埋到土里面去 变成骨头了 那你怎么才能验 这个人是什么 钝气伤呢 还是砍伤呢 那怎么着呢 你就打一个红伞 红伞的红光照下来 因为光谱色散的原因 照到你这个骨头的缝隙里面 比较容易看到 看到骨头上面 有这个被打的这个痕迹 骨裂的痕迹 你太阳光上面照来看不出来 人家又没有电灯 也没有高强度 你现在法医 也是要拿染料 染料染的嘛 当时就打个红伞 在太阳底下 还看到了 是这么个情况 当时呢 但是他也有一些 民科的东西 叫什么法 就是低血认清之类 低血认清 现在都有人信 所以这个 人家没法跳出 说你是上帝视角 你就该什么都知道 那也不是 反正当时他也是 喜悦记录是非常先进 远超西方法医学 像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哈佛大学 化学教授杀人的这个案件 那为什么要讲他呢 就是现在法医学 验血这个问题 中国人一直是没有验血 只有验伤 法医现在验血呢 通过血计的情况 可以分辨这个人 是吧 你要是击打一个人 你击打后脑的话 就给血流出来 就应该一摊的 因为脑上面这个血 不会是要飞溅 这种情况 那你假如是砍动脉 这类的东西 那肯定就是飞溅了 飞溅的方向 或者是多次击打 击伤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呢 就会有飞溅的方向不同 包括高时坠落 来判断这个到底是 发生是怎么样的 那你有人会处理 对吧 把血迹处理掉 那你有怎么追击 这些非常细小的人 也有可能忽略到的血迹呢 涉及到今天的主题了 我翻出来之前 待客的时候 做的这个实验 这个东西呢 叫做 英文叫做Lumino OK 中文呢 叫做 三安基临本二甲仙景 这个名字我不看 我都不知道 然后是这个结构 它呢 在加入了温和的碱溶液之后呢 可以变成两个结构共振 也就是它是一个薛定谔的结构 它这个结构呢 有大概30%在这里 70%在这里 过一分钟呢 又40%在这里 60%在这里 它就是在两个中间换来换去 反正是这两个其中之一 这是薛定谔的结构 化学上面叫共振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个 反正是这两个之一 然后一直在这里面换来换去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是一个反应态 你再加入一些催化剂啊 比如说呢 比方说这个氧化剂啊 薄氧化氢 我们说的双氧水 然后再加 再加上催化剂的情况下 催化剂是什么呢 比方说金属离子 铁和铜 就会发出荧光 为什么发出荧光呢 在加入了氧化剂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里 这两个氮是吧 两个分子氮 会损失 损失之后呢 就留下了两个带负电的 这个双缩酸离子 双缩酸离子 放出一个氮气 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放出光 为什么放出光 因为损失之后 带两个带负电的 双缩酸离子 是一个激发态的状态 激发态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人 这个分子啊 很有动力 非常有动力 它就是闲着没事 它要搞事 它要搞事 因为它这个状态 它这个状态非常好 它要搞事 它不稳定 怎么搞事呢 通过向外发散 发散光子的方式 光是能量的溢散布 每一个氮气的分子 配比散发一个光子 于是散发了一大堆光子之后呢 还是变成这个结构 但是它不是激发态了 是激态了 激态是基地的激 稳定了 不闹了 不闹疼了 舒服了 是吧 那就发出了这个光子的 一大堆的光子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荧光 在正常的这个日光和环境下面呢 我们这个管它叫发光 发光而容易是一个非常淡的蓝色 而在我们的这个命案现场 或者说你要法医出现的那个地方 要验尸了 不是非自然情况下死亡 患病算是自然死亡的 非自然情况下死亡 你要验血的时候 那就是要用到这个时候了 因为人的血里面有什么 血红蛋白啊 这个结构 血红蛋白 血红蛋白 为什么又跟铁扯上关系 就像有的时候我自己人出血 对吧 我舔一舔 有一股铁的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有点变态 变态 这是一点点的有铁的味道 因为什么呢 血红蛋白的中间啊 是一个铁离子 是熬合了 或者叫熬合了一个铁离子 它是有铁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这个铁啊 我们血泼在外面 本来是纤红色的 对吧 过一会儿变成这个渗红色 为什么呢 因为铁被空气氧化了 变成三架铁了 神奇吧 这是化学嘛 然后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有铁离子 铁离子呢 能够催化整个的 Lumino发光源的反应 催化这个反应呢 是不是让光子散发的更多了 荧光是不是就更厉害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现在啊 以前这个反应刚刚发生 刚刚被发现的时候 就开始 法医学就开始用了 现在依然是法医学里面 你只要是非自然情况 死亡犯罪 现场这经常用的 去寻找血迹 这种方式 地上一波或者怎么样 看看哪里有血 然后把这个血 拿个笔描下来 然后画线 怎么建出去了 找到一开始 你是对吧 你一个锤子 棒锤是哪里 哪里砸了一下 所以呢 你才砸出去 这这么远 飞溅啊 那概率什么 速水 是根据啊 这个血液的浓度 和溶液被缓冲的浓度 但是你血 于你觉得命案现场 你这个血多不多了 你觉得这是命案现场 但是你又看不见血 那你这个浓度 肯定高一点嘛 你稍微有一点点血 它这个发光了 发光了就很厉害 对吧 这个发光呢 可以持续啊 数分钟 数分钟 非常漂亮 最后呢 我就给大家对吧 这边就奉上 近代人类 法医学上 咽血 最常用的 这个反应 非常漂亮 里面没用血 里面没用血 不要害怕 因为你用别的东西 也可以催化 你用那个bleach 用那个 就是中文叫什么 就是漂白水 也可以催化 大家不要怕 很漂亮 你们可以欣赏一下 很短 这种东西 你还没用尽化 你还没用尽化 我应该拍摄这个 是的 如果它有些 有些人的 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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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去告诉 Riko 我会说Riko Riko Riko 在看我们 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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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比较 你选择 很多东西其实是你想象之外的东西 没见过这个荧光 大家知道原来化学这东西能这么漂亮吗 其实我还可以把它做得更漂亮 有更多的有机容器 比方说它不是变成这个大蓝色吗 亮蓝色对吧 然后亮蓝色里面 你再加一些变色的东西 或者通过氧化和还原的方式 我可以摇一摇把它变成红色 摇一摇把它变成黄色 你假如出去跟小女孩约会的时候 给你变个魔术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任何手法 这是科学 变一下这个颜色 变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有用的 用在哪里 变色玫瑰 你们可以自己在好网上搜一下 这个东西一卖 这是情人节浪漫礼物 拍个什么网红照 一卖999 打个折889 反正都是什么什么9 开头几百几百块 成本呢 这个容颜要大概八块钱 所以钱是很好赚的 你要有好奇心 维持好奇心非常不容易 特别是大家真的去工作之后 我觉得我工作之后 要保持好奇心也挺难的 所以我就是想以后工作 要找一个能维持我好奇心的 能保持让我一直是开开心心工作的一个工作 那就是把这个反应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能够发现 自然的奇妙 科学的美好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